这几天 我的好几位同事和朋友都在问我 彭博社这个报告是不是印错了 他们还问 在他们心中 一项权威的彭博社 怎么能如此小儿科 我看到有关报道说 彭博社的所谓全球抗议排名 为了达到美国第一的结果 不惜将以往排名中 最为关键的确诊病例 和死亡人数等要素删掉 并将执行封锁 和出入境防疫管理政策 视为负面因素 这既不符合事实 也不尊重科学 更不尊重生命 中国人常说 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所谓的排名和民调结果 把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也许今后还能把死的 说成活的 我想世界民众只能表示 呵呵了 姑且把它当作 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